这个志愿下来了 银黄子孙你怎么会不爱你的家 你怎么会不爱你这块土地 你怎么会不爱你这个宗族 所以中国从前百家姓里面四百多个姓氏 我认为全是皇帝子孙 皇帝子孙我们知道 当时那时候在行程的时候 是有十四个姓氏 他二十五个儿子 有姓氏的十四个 以后慢慢演变了 越变越多 汉族真的 统统是一家人 你说那种相亲相爱的感情 他自然流露出来了 无论到哪里 听说你是 只要是这个汉族 你这个姓氏不加性命有的 你在海外都会认同我们是一家人 这真的是远远流畅 在全世界没有家庭历史 有中国这么完整的 你看这个家谱里面 有家道 有家规 有家学 有家业 这个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 人生下来为谁呢 就是为我的家 他有个目标 有个方向 他不是为自私自利 我为这个家庭 荣宗要做 光大门美 所以他既是一种压力 也是一种期许 压力就让你不敢去做坏事 对不起祖宗 这是好事情 整个